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婚的喜好程度来看 她几乎都能上榜 而且大多数是冠军 在流量小花每天都需要真热搜竞争激烈今天 她为什么能累积这么多的粉丝呢 因为她美呀 哈哈哈哈 看到这样的小仙女谁会不心动呢 真的只要站着什么话都不说 你都会被她撩到 毫无疑问热巴就是这样的存在 她只需要站在那里就是一幅画 优雅神秘贺本峰 变身叛逆富家大小姐 细吊带 高开插 hold住全场 这是真实存在的美貌吗 立体的五官和极之美艳的预解范儿 在娱乐圈可是独一份 轻轻松松坐拥700多万粉丝 随便一条动态转发 几乎条条100万 坐拥一个亿粉丝的老板杨幂 也没有此待遇 这样的美貌和影响力 做梦都想拥有 热巴能够做闻90后小花 流量的第一把胶里和她惊人的美貌绝对分不开 常常被吐槽的是她演技不在线 被吐槽最惊人的是长歌行 开播没几天被各大APP主火力全开 不符合援助形象被质疑 但超级热闹的是播出一周后来了一个360度超级大反转 被热巴和吴磊的年夏恋CP给深深深深磕到了 首居榜首各种热度居高不下 赵卢斯刘雨宁等人组成的超级流量阵容也可谓非常相当的亮眼 关于网上开局的讨论度非常的高 热巴作为女主无愧于当红小孙的流量称号 参加了精英奖的颁奖典礼 热巴曾经凭借着豆瓣仅有三分的作品 漂亮的李慧珍曾打败过刘涛 樱桃 孙丽和源泉 获得了观众最喜欢的女演员和最巨人气女演员两项大奖 一举成为了精英历史上荣获大满贯的第一 作为一部白天宣布定档晚上就开播的剧 长歌行一切都是猝不及防 但她还是拉满了观众的期待 一方面这部剧是由同名小说改编 原著曾获动漫奖大奖无数 也收获了大量的粉丝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迪内热巴和吴磊 这种高颜值高流量偶像出演的期待 热巴确实是一个国色天香的大美女 不然也不会在没有优秀作品加持的情况下 拥有不俗的人气和资源 曾经有主持人问杨幂为什么要签迪内热巴 杨幂的理由是长得太好看了 这话很简单粗暴也很诚实 92年出生的新疆姑娘迪内热巴 从上席毕业每两年就成为了 最有流量和人气的90后小花之一 是真心好看 随之长歌行在5月即将迎来大结局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盘一盘迪内热巴将有哪些新剧令人期待呢 你最期待的是哪一部呢 迪内热巴和杨阳主演的 你是我的荣耀放出了最新的花絮 该剧改变自宫漫的小说 这对CP简直就是颜值天花板 剧传6月上线 故事说的是人妻女性乔精英在游戏中 与高中同学于途意外重逢发生的故事 于途曾是乔精英的暗恋对象 也是曾经残酷拒绝她的对象 对乔精英来说 成为航天设计师的于途虽然十年没见过面 但她在她的心中一直闪耀着 在逃男主杨阳遇上了名艳动人的女星迪内热巴 这对CP会碰胀出怎么样的火花呢 好期待啊 近日迪内热巴搭档任佳伦的新剧 与军初相识官宣 路透造型曝光春暖花开 迪内热巴人家伦惊喜亮相 2021 优苦年都发布会超默契的绿色系搭配 现场上演剧中的摸头杀 摸摸头一切都会好的 与军初相识改变自九州飞香的小说 讲述了御灵师 纪云瑶和角人长翼 两人原本是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 从健身倾诉经历了一系列阴谋误会 而起得相遇别离后 最终两人打破了两界隔阂 冲破了束缚 经历了千难万险忠诚眷属 携手守护苍生的故事 放了这么多的精彩花絮 你更喜欢哪堆CP呢 告诉我哦 长歌行热巴和无雷 你是我的荣耀热巴和洋洋 还是与今初相识热巴和伦家伦的组合 娱乐圈的美人这么多 除了美貌 哪一个没有自己独一分的本事 颜值在线热剧追捧的热巴 请大声喊出他的名字 让我们拭目以待新剧